财新网报道 之前人士告诉财新记者 这台消息好像影响面应该还不小 证监会已经叫停上市公司的跨界定增 涉及互联网金融游戏影视VR四个行业 比如说这个举例说 水泥企业不准通过定增收购或者募集资金投向上述四个企业 同时这四个行业的并购重组和再融资也被叫停 如果这条消息得到官方证实确实是这样的话 这对市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林小叫停上市公司跨界定增 你比如说水泥企业传统的钢铁业水泥有色 你不能跨界定增去参与影视游戏VR和互联网金融 这四个行业 本身这四个行业中间的公司也停止并购重组和再融资 也已经叫停 这是我们刚才得到的一个消息 这对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如果说是你说的像水泥行业 这种跨界的比较少 跨到他说的跨到互联网金融 本来这个市场就很难理解 我觉得他可能这个消息对市场的影响是 以前就是比较偏向的 包括你说我前面提到过像传媒行业 以前我看好多都在提跟VR的合作 或者是进入游戏行业 也就是说如何界定这个是不是跨界 那么以前的这种行业 我觉得这个现在 他这里是举了个例子 就是比如水泥行业不准通过 他就说纯传统的你去跨界跨的比较厉害 他被叫停 然后这四个行业中间的 并购重组和再融资也被叫停 这本身四个行业中间 包括VR影视游戏互联网金融 他自己的诟病也被叫停 这个我觉得现在还要有待证实 我现在很难说这个 如果为什么要被暂停 这个也应该说是需要一点理由 就是纯粹的 也就是说互联网金融 那么互联网金融如果说 现在出的问题比较多是暂停 这我是觉得是可以理解 如果是理顺 那么影视方面 那么我觉得似乎也有 就是在定争当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这跟我们说有点偏向P2P 这样的一些 这是这个方面的走向 因为有一些众筹 这个方面也是定争 可能有时候变增变成变相的P2P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 特定意义的会暂停 我觉得在市场上 今天好像传媒股市下跌的 那么从这点说 是受到这个消息的一个影响 那么我还要具体判断 这个现在来说 我们知道市场上 国外的P2P的市场上 也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